各位同学,那么从本节课开始 我们就要展开我们Python学习的一个新的篇章 那么假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列表 123456 然后我还有一个列表 123 好,那么下面我要求大家 对这两个列表做以下的这样一个运算 看一下 我要求你 我们先把第一个列表称作列表A 然后把123这个列表称作列表B 我现在要求大家先把A乘以3 然后再加上列表B 最后再加上一个列表A 好,那么这个运算应该来说很简单 这个列表的乘法还有列表的加法 我们之前都讲到过了 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一下 这个红色的这一部分 是我们的IDLE给我们的一个错误的提醒 这个大家先把它给忽略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不需要关注这样的一些错误的提示 先把A乘以3,对不对 A是哪个列表 是123456,对不对 好,我们选一下 乘以3 然后再加上列表B 123 好,最后再加上列表A 然后我们又要再一次的 把这个列表A给输出一下 然后这个就满足我们上面说的这样一个运算逻辑 然后让我们回车运行一下代码 好,它正确得到了一个很长的结果 那么我要说的当然不是说给大家再一次的复习这样的一个列表的乘 然后列表的加 我要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大家看一下 我在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运算里面 我反复的用到的列表A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假如说把这个逻辑里面的列表A给换一下 我不再是123456了 我现在是123456一直到1万 那么大家觉得 如果我在这个运算里面反复的出现这个列表A 那是不是我这个运算好长好长好长 然后我手写的是会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 因为它要反复的使用 多次的出现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假如说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运算写成这样的 写成这样的一个符号的代名词 A是可以代表列表这个123456的 我用A乘以3 然后加上B 最后再加上A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运算的公式是不是就非常的简洁了 我不管你的A是多少 哪怕你到1000万 我在这里只用非常简洁的一个字 就可以表示这样的一个列表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能运行吗 这个当然不能运行 为什么呢 因为Python是不知道你这个A的曲子是多少的 你突然就碰出来一个A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变量 这个呢 就是这个是Python里面非常基础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大家呢 一定要把它理解透彻了 好 那么怎么理解变量呢 我呢 先给大家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第一 这个变量在Python里面 它比在其他语言 那要简单很多 Python里面的变量 用一个最简单的名词来解释 就是名字 比如说那这里的A 它就是我们列表123456的名字 这个名字啊 可以啊 让你在使用这个列表123456的时候啊 不需要把123456全部打出来 而仅仅呢 只需要使用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让我们打开一个新的IDL1 那怎么样实现我们这个A乘以3 加上B再加上A啊 让它可以运行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啊 要定义一个变量 那么在Python里面啊 定义一个变量非常的简单啊 首先呢 我们啊 把这个变量的名字打出来 然后呢 用等号 好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123456写在等号的后面 好 然后呢 我们来回去看一下 好 它什么都没显示 对不对 但是呢 此时啊 A呢 它不会再变得没有意义了啊 我们呢 可以用Print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A吧 它将显示123456 好 那么这个等号啊 在Python里面呢 叫做啊 质值符号 它呢 可以啊 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列表啊 还有字符串啊 还有数字啊 等等 我们学过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数字类型呢 都啊 复制给一个变量 那么啊 学习啊 上面这个最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变量的复制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实现 我们刚刚这样的一个运算了啊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里呢 给A复制的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还说什么 B还不知道对不对 那么我们呢 把123这个列表呢 复制给变量B 好 现在A B都有了意义 我们就可以啊 实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了 A乘3 然后呢 加上一个B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A 然后呢 我们回去了 OK 现在呢 这样的一个AB加A 它就有意义了 那么以上我们讲的啊 就是这个变量的意义 以及这样的一个复制符号啊 这个呢 是我们这里可能要学习的重点 在Python里面啊 千万不要把变量 明解的太复杂了啊 它呢 就是啊 一组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啊 名字啊 好 那么关于变量呢 还有一点啊 特别说明就是啊 我们给变量起名字啊 一定是要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上面啊 上面这个代码里面呢 把123456这个列表啊 叫做啊 A 这个呢 就是没有意义的 是一个不太好的命名啊 你给一个东西起名字啊 你一定要让别人啊 看到你的这个名字啊 就知道这个名字 它所代表的意义啊 你像你这个数字列表 123456 对不对 请做A 这个呢 就毫无意义 对吗 好 那么我们可以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什么叫做有意义的名字啊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呢 所举的这样的一个啊 各种技能的这样的一个实例啊 好 比如说呢 心悦打击啊 好 然后呢 是苍白之铺 我们就举两个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列表吧 那么呢 我认为啊 你这个时候啊 把这个列表啊 起作名字A呢 也可以啊 但是呢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 我认为呢 把它起作这样的一个scale 技能会比较合适一些 这样呢 大家啊 在读你的代码的时候啊 他就知道 哎 这个scale啊 它呢 是表示技能的啊 如果呢 把它叫做A啊 那就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别人呢 会看不懂你的代码 或者说呢 看着非常的吃力 不要觉得我讲的是废话啊 我们经常说啊 要写出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代码来 那么优质的代码 最基本的是什么 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呢 最基本的啊 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啊 你的命名 可读性啊 要强 这个呢 是最基本的啊 非常的重要 这里呢 顺便跟大家聊一下啊 为什么我们啊 国人啊 写代码的时候呢 写的代码呢 要比国外的人呢 写的呢 这个可读性要差一些呢 其实呢 这个原因啊 我这些年的感受是什么呢 还是在于啊 国外的人呢 他们的这个英文是他们的母语啊 所以说呢 他们可以啊 用很简单 简洁的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啊 来表示一个变量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最根本的原因啊 但是我们呢 由于英文呢 不是我们的母语啊 有时候呢 我们呢 会用一种很中文的这样的一个英文的表示方式来表示一个变量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会让我们的代码看起来呢 不是这么的简洁 当然呢 我不是说啊 这个3Lifegrass这样的一个命名呢 不行啊 但是问题是啊 这个编程呢 它呢 还是大量的使用这样的一个英文啊 它毕竟呢 是以英文为基础的啊 所以说呢 大家呢 一定要尽量的呢 多用啊 这样一些原生的地道的英文单词来表示变量啊 我非常不推荐啊 大家呢 用这样的一个汉语拼音啊 来这样的一个命名一个变量啊 比如说那三叶草呢 你叫做三叶草 这样呢 是不太合适的啊 如果呢 你呢 想表示一个你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单词的话呢 最好的办法呢 还是啊 多去查一下这样的一个英文词典啊 当然呢 如果呢 说呢 你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3Lifegrass 或者是这个汉语拼音的三叶草来表示变量呢 也可以啊 这里呢 我提示一个建议啊 一个写出良好优质代码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建议 一点啊 如果你呢 你一定说要在3Lifegrass和三叶草里面啊 选择一个变量的话 那么我还是觉得这个三叶草比较合适啊 至少呢 我们国人呢 现在看的话一眼就能看得懂吧 好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在课程最后呢 我们把这节课的知识点呢 再给总结一下啊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学的是变量这样的概念啊 那么变量的作用啊 我们之前也知道了啊 它可以避免啊 你重复的去打这样一个很长的列表啊 或者是这样一些很长的其他的类型啊 这个是它快速的方式啊 它方便的一个地方啊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啊 变量呢 一定要有利益啊 这个大家记忆 一定要有利益 好 然后呢 我们学习了这样的一个等号啊 在变量里面的复制里面的作用啊 比如说呢 我把一个列表复制给这个变量啊 要特别注意的是啊 我们写的时候呢 确实是写的是变量等于啊 这样的一个列表意义啊 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读成变量等于什么 这个呢 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 或者说是说呢 我们数学上面的相等啊 它呢 叫做它呢 是复制符号 所以说呢 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应该读住啊 把这个列表啊 复制给这个变量啊 复制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上节课再见